后来约文海从2017到现在没被抓 其中好几条就是那些洗钱的人保护他 被约文海帮助股票洗过钱的人是多大钱 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 中国民族证券自从七哥家族搜过以后 你看看那个业绩涨了多少倍 管民生股票一度时间我们做了几百亿 几百亿每个交易所 是吧 全国那么多点 民族证券因为老牌子 最早的像在那个什么大连 像东北哈尔滨长春东北三省 还有在上海江泽一带 很多都是买的物业 很多都是老点 那营业点 那一说发出一指令 啪就起来 做一只股票啪就起来了 就帮人把钱给洗了 这就约文海干的事 这些人保护他吧 肯定保护他 这叫约文海的前前后的钱字 后后是什么呀 后门 iPhone的后门 政治的后门 对美国西方的科技的偷窥后门 掏了美国人西方的钢后门 掏了政治的钢后门 什么军方 他所有的故事 有军方有情报 有中国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 这就是约文海所有的 给中国共产党军方弄钱 中南科弄钱 河南帮弄钱 然后在金融界 董文彪 董文彪的老战人 是河南人民银行的行长 董文彪这个孙子 就是看好了这个 盯上人家了 最后所谓的河南在财经界出去 河南交通银行 搞起来最后去了民生 然后呢 跟约文海一起搞大钱了 是吧 香港一个咱们的战友 就董文彪放在他那 37个亿 港币现金啊 这是2012年 37个亿 现在还在那呢 董文彪又不跟他联系 通过特殊渠道联系上 董文彪 董文彪又回复这 钱你该咋用咋用 你别多花了都行 不要跟我联系 你想想董文彪在那个年代 37亿就一个人 带他就现金存的 我跟你讲 你记住董文彪不抓 岳文海不抓 我2017年就说过 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几个 大人物不被抓 现在都没开始呢 共产党的纪委啊 都是扯淡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